小鸥不要玩手机了快中午了 去买菜 你要吃什么 随便啊 去超市看到有什么好吃的就做什么咯 那走 这小笨蛋捞个鱼都捞不到 我来 两个人都捞不到 两个人都捞不到 最后请来了阿姨捞鱼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 今天我们去买了一条鱼 回来今天我们来做啤酒沙钩鱼 我们先把鱼清理一下吧 阿姨已经把鱼沙好了 先把鱼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在鱼头和鱼尾各切叶刀 不要切断 在鱼头的位置找到一个小红点 找到鱼心线 然后拉住它 用手轻轻拍打 把鱼心线拉出来 鱼心线是鱼心味的主要来源 去掉可以减少鱼心味哦 另一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鱼心线取掉 取掉鱼心线以后 把鱼剁成小块 鱼头和鱼尾我们留着下次炖汤喝 接着把鱼块切成三半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先用碗中加入一大勺盐 小半勺白糖 三勺生抽 一勺料酒 适量五香粉或者胡椒粉 一勺辣椒酱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给它搅拌均匀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鱼里面 戴上一次性手套 给它抓拌均匀 放一盘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白萝卜 给它消去外皮 清洗干净以后切掉头尾 再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块豆腐 对半切开后切成小片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后 再切成小段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洋葱 准备一点平菇清洗干净以后 给它切成小半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红椒 对半切开 切成小条 最后切成小丁 这样放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点姜片和蒜片 先按开火把烧锅烧热 烧热以后 加入适量食用油 油热放入一宝花椒 翻炒一下 再加入蒜片姜片 翻炒出香味 把洋葱加进来 翻炒一下 然后把火关掉 把萝卜倒进来 用筷子整理的平整一些 再把蘑菇加进来 同样整理平整一些 再把豆腐一块块铺在上面 然后把鱼肉敷在豆腐上面 最后加入一罐啤酒 盖上盖子中和95分钟 时间到我们大概看一下 哇好香啊 再把红椒丁加进去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小米椒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点缀 鱼肉也非常的鲜嫩 一点腥味也没有 看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见